九龍灣臨時安置區在1973年11月15日發生大火燒了幾百間木屋 千多個災民無家可貴,幸好沒有人受傷 火警在晚上發生,起火後純粽蔓延 並且發出連串的爆炸聲 轉眼間整個第五區四百多間木屋都著火焚燒 十幾架消防車到場開動十四條後灌鈎 大火在兩個小時後才救世 事後當局展開緊急救濟並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中國當局在1978年曾經展開連串的翻案工作 很多被四人幫迫害的人都獲得平反 在當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宣布 兩年前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是一項革命行動 北京市委認為當時群眾聚集在天安門 是出於對周恩來總理的敬仰 以及對四人幫的深切憎恨 這種做法完全是革命行動 北京市委還表示要替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平凡 2002年今天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 政治局常委由之前一屆的七個增加到九個 由胡錦濤出任黨總書記 胡錦濤帶領其餘八個政治局常委 會見中外記者的時候強調 會貫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 繼續改革開放路線與時俱進 中文在十八個代表思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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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在十八個代表思想